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橄榄菜味道很棒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橄榄 菜的食谱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要去看看啦 油麦菜不仅爽脆 还有丰富的营养 口感鲜嫩 生熟皆可食用 油麦菜中的植物纤维较多 是优质的高营养低热量蔬菜 也成为不少减肥人士佐餐时的选择 一起开煮吧 橄榄菜炒油麦菜 材料有 油麦菜 橄榄菜 姜 油麦菜切除根部 切一半 参加阳面 开树色带 切一半 炒香姜末 一汤匙橄榄菜 虾油卖菜 一茶匙酱油 摆盘 可以开吃了 油卖菜这样吃脆口好吃 很适合全家人食用哦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 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 要关注了 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了 油卖菜不能和什么吃 1.南瓜 油卖菜和南瓜一起吃容易导致腹胀 腹泻以及引起其他肠胃不适的症状 2.胡萝卜 油卖菜和胡萝卜一起吃其中的物质联合起来 会造成肠胃不适 3.豆腐 油卖菜和豆腐不宜一起吃 容易影响睡眠质量 严重可导致 4.黄瓜 油卖菜和黄瓜一起食用会影响维生素C的吸收 从而降低营养价值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感谢观看